TikTok上面合适做什么产品呢 那我们现在还玩海外版抖音 TikTok不是为了玩而玩而是为了卖货的 做电商卖货的 那做TikTok这样子的东西 跟比如说做亚马逊做树脉筒做虾皮 思路是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 简单讲你的产品一定要有趣 你看这是我们自己拍的这个1400品 这是我们自己的号 然后呢我们这个选的品类就是玩具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我这里拍了一个玩具 没什么模仿量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比较搞笑的玩具 那如果说TikTok上面的粉丝都是年轻人会多一点 然后你的东西最好是年轻人喜欢的 比如说一些美妆玩具 或者说电子产品 而且它要有能被拍成视频的可能性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是个卖椅子的人 那你这个椅子你觉得能怎么拍视频吗 其实没什么可以拍的 对不对 一个椅子能怎么拍 那你要卖一些那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比较比如说什么好玩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放糖的这个东西 两个人在搬 很苦啊 有航员搬 这是有很有话题性的一个产品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这个TikTok的小店 印度尼西亚的小店 如果说你当地有货员 你可以联系我们 或者说你有产品你可以发给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拍好不好 那关注右派出来 继续聊TikTok 关注右船 dropped 这儿